台湾的原住民族 在外来的非原住民族眼中 被视为画外之名称为藩 1895年被日本殖民者称为高沙族 1945年被国民政府称为山包 原住民族常年被外来者冠上污名 终于在1980年代兴起云运 我们要做自己 原住民族权力促进会推动村民运动 我们要称自己为原住民 代表台湾原来的主人 1991年是我们的宪法第一次要在台湾修宪 我们也都知道宪法是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 所以我就觉得91年的修宪是我们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1991年4月15日 原权会前往阳明山国民大会临时会 递交一份声明书 其中提到 我们主张以台湾原住民族统称台湾原住民各族群 这是原运借着国民大会修宪 第一次发起的请愿 场内有原住民及国代声援 国民大会秘书处在请愿结束20天之后冷处理 有关宪政改革意见 留宫参考 其余建议事项送起政府研究 第一次正民运动宣告失败 当然那次没有结果是可以预取的 最主要是我觉得人数太少 对同志者来讲的话 根本够不在任何压力 1992年5月21号 原运正民运动再度出发 再次趁着国民大会修宪 这一次再次挺进阳明山中山楼 让我们走到教室言语中心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原住民难得从全岗各地方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下午4点半 10位原住民代表获准进入中山楼 指明要执政党国大党台书记长谢龙胜接见 谢龙胜强调 在党中又没有下达变更山包称呼指令前 身为执行单位的党团也无可奈何 对于党团的说法 请愿代表无法接受 目前双方仍然僵持不下 国民大会场内原住民级的国大代表 要求把宪法里的山包改为原住民 赞成的有两百十八人超过四分之三 所以本这一条项已经已超过 5月26号表决的结果 却让原住民族大失所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造成我们内心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正民运动的团队意识到 在街头单打独斗 已经没有办法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跟在野党结盟 对执政党施压成为1992年之后 重要的运动策略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民进党 愿意接受我们原住民条款的版本 要向国民大会提案 所以多少也会受到一些鼓舞 甚至给他们一些压力 来正视这个整个我们原住民族 对宪法条款的一些立场 1994年4月10号 前总统李登辉 前往屏东参加 由当时的行政院文件会 湘海杂志社 当代杂志 以及台大人类学系 所举办的第一届原住民文化会议 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 清楚地列出总统以原住民称呼 已经到94年的工业来面 我就很明显 我就是说 全国的原住民 三地门开会的这个机会 应该就参加下去了 就是我的态度 这场喊话 催化了原权会 民进党中央党部 长老教会 共同再发起了这一场大游行 超过三千名原住民族人参加 是原运历年运动中 人数最多的一次 想趁着1994年 国民大会再修宪 找回原住民族的尊严 国民大会场内259人当中 有196人赞成 以一票之差惊险过关 1994年7月28号 国民大会修宪 1994年8月1号 由总统公布施行 中华民国宪法中 首度出现了原住民三个字 我们住民有专业吗 做一个人最重要 就是有专业的事情 台湾不是只有 当中一个人 多元化的社会 多元化的社会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我们你说 说有什么 运步的民主的 一个新的社会来 这一个羞辱的女生 终于上跳了 无论是原住民 这是台湾原来的主人 我们是台湾原来的主人 爱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这是最最重要的